我的雙腳只十萬塊而已 真的只有十萬塊 我下半身怎麼辦了 台南次13歲郭姓女子倒落床上 起居只能依賴居服員 她控訴都是因打高端疫苗 導致她罹患格林巴黎症候群 不只鬼門關走一遭 住院19天換了5次血漿保住一命 但下半身嚴重癱瘓哪都去不了 她申請疫苗引起不良反應救濟 沒想到等了幾個月 結果下來讓她更崩潰了 因為都癱瘓了 然後救濟10萬塊 然後台南有400多的不良反應通報 然後我是重症 她給予是救濟 然後跟高端毫無關聯 然後我整個崩潰 我到現在快10個月了 我都沒有工作 也沒辦法賺錢 然後都是要一直復健 然後腳什麼時候會好 都不知道 這個10萬塊 丟給我 我說一句難聽一點 我連住院的錢也不夠 郭小姐因擔任養生會館櫃台 未施打疫苗就得每7天快篩一次 因此她去年8月和9月 分別施打了高端第一劑和第二劑 我半年都已經都在坐輪椅 然後我進醫院又 又換血漿換了5次了 核實共振也不知道幾次 神經傳導也不知道幾次 然後把我的血液換出來 我的手可以動了 我的眼睛也看得到了 但是我的腳就是癱瘓了 當時蘋果新聞網報導後 不少善心人士捐贈物資 事隔兩個月 郭小姐的申請理賠也終於下來了 卻僅僅10萬元 我真的很想不開 因為我真的非常想不開 是我的雙腳只 只10萬塊而已 真的只有10萬塊 我下半身怎麼辦了 你給我這個公文 你10萬塊打發我 我是重症耶 你用的是救濟的理由給我 然後跟高端無關係 Communating我們通報的時候 就已經寫說 跟Communating高端有關係了 為什麼你們中央就不承認 死都不承認 然後丟個10萬塊給我 我下半身我怎麼過 我要怎麼賺錢了 我媽還中風 我弟弟還在監獄耶 我要怎麼辦了 我要怎麼扛這個家庭 我真的不想活了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郭小姐表示 爸爸因大腸癌過世 留下龐大債務 媽媽中風 弟弟因案入獄服刑 她身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 現在也倒下無法照顧中風的母親之外 還要面對龐大債務 然後我每個月最少的那個 醫療費要4000 4000然後沒有包括三餐 然後相對的 有很多人來幫助過我 也相對的 我的債主也早上門了 一個家庭是我在扛的啦 然後變成我變成廢人 還要別人來照顧我 我不敢想以後啦 我現在只收到這10萬 我在想 我以後我的路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我媽媽 她68歲中風了 然後也不舒服 然後我弟弟又在監獄服刑 然後整個家都是我在扛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以後的生活 都不知道要怎麼去過 郭小姐和母親相依為命 現在僅僅依靠母親到夜市打零工幫忙洗菜 以及每個月7700元社服補助 支付8000元房租 其餘醫藥費和生活費只能再想辦法 有序有錢 沒有序沒有錢 都打扮到很多 我們人家開了兩股肌 那生肌肌 那變化很大 很高 那幾十年都痠痛 啊 那整個心肌痛了 痛到都爬不起來了 為了趕緊好起來 郭小姐申請居家照服幫忙按摩照料生活 每週也努力配合復健 但醫生評估 神經恢復至少要兩至三年 這期間 郭小姐恐怕仍無法如願恢復健康 因為我有做過神經傳導的報告 說我神經長得特別的慢 然後天氣有變化 我的腳就會萎縮 萎縮到會抽筋 現在變成是不太能走路了 因為只要一走路 我就會整個軟掉 一個禮拜大約兩次 阿金若兩次 郭小姐無法接受賠償結果 決定提起肅院博陪 希望還給他合理的補償 我不知道要多久 因為我不敢想 現在醫生也沒有講 因為我不敢想像 因為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不知道 我不敢想 我怕我想不開 我真的會想不開 地方中心 台南報導 與朋友 修白 逆 NFT 絆